星期 星期 一浪星期 星期 美好的一天就從 每日靈良開始 感謝主今天我們來看詩篇 98到100篇 那我今天特別挑的是100篇 100篇很短,它只有五節 那我想帶著你們來聽一首詩歌 然後你也可以看著這五節的經文 你會發現它唱的跟這五節的經文 基本上很像 所以你也很容易就學起來 所以你可以聽聽看這首歌 這首歌是神 我們是江湖也是書家的 我們是它定名 是它早上這樣 讓你沉寂寫心的可能 當它沒進入它的圓 很簡單的一首歌 我會鼓勵你可以慢慢地把人 接著唱這首詩歌 它的歌名叫做普天下歡慶 普天下歡慶 接著唱這首歌 你就會發現你慢慢就把詩篇 100篇背起來了 那我今天挑的第二節 你們當樂意適奉耶和華 當來向祂歌唱 要樂意適奉神 我們當樂意適奉耶和華 也就是神要你的是一個快樂 而且是主動的 自願性的來適奉祂 你不需要好像覺得 一定要做什麼 甚至害怕好像不適奉祂會怎麼樣 不 乃是你甘心樂意好像願意 你知道在原文裡面在敬拜 它也可以成為是一個侍奉 所以呢 羅馬書十二章講到 我們要唯有當作成為一個活祭 成為一個活祭 這也可以才說是一個敬拜 所以我自己鼓勵你 你在教會的侍奉 敬拜 你應該是很自願性 是開心的 是樂意的 是歌唱的 不是一個好像埋怨的 可憐的 甚至被逼的 甚至我聽過有人好像被利用的 我覺得這都不應該在你的侍奉裡面發生 應該歡喜 歡喜快樂 好想要多一點的侍奉祂 好想要多一點侍奉祂 而第四節是我們很熟悉的 稱謝進入祂的門 讚美進入祂的願 感謝祂稱頌祂的名 這也是我們很熟悉的經文 我一渴望 你也有機會把這一節經文背起來 當稱謝進入祂的門 當讚美進入祂的願 當感謝祂稱頌祂的名 願神祝福你 Amen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喜歡的話幫我們分享 拜拜